还是有收到很多顾客 都是想要针对或者是改善 中疗这个positive之后的这些症状 或者是中疗啊 或者是中疗之后的后遗症 他们都来找这个葫芦汁 因为葫芦汁呢 它真的是可以帮助补我们的肺部 然后还可以减少很多 中positive之后的后遗症 像是干咳啊 喉咙痒痒啊 或者是很多痰的 干咳的问题会比较严重 而且如果没有顾好的话 它还会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 更严重的话 也是会导致呼吸不顺 或者是走路会喘 讲话都会喘的 所以如果你是有这些症状呢 欢迎你一定要来询问这个葫芦汁 它的这个葫芦汁呢 里面有葫芦菱芦汁之外 还有甘草 Vitamin C 枇杷 还有雪梨 都是针对咳嗽啊 喉咙痒痒痒 补我们肺部的问题的 只需要这样子一天喝一包 就可以帮助你减少这些症状咯 喝了葫芦汁之后呢 很多顾客都跟我讲 可以一觉睡到天亮 然后客收也是减少了 而且啊 它的味道也非常好喝 非常入口 容易入口 小孩子跟大人 都可以服用哦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葫芦汁的话 欢迎你来联系我啦 我是黄菲 请不吝点赞